來 徐晶王怎麼樣來看呢 這是在一週刊獨家驚報之後呢 我們看到 這是今天一週刊 看到全家曾申請加拿大移民 韓辦一開始說不回應 韓國瑜遭報 你看到這是一週刊的一個封面 當然另外一個封面是說 真的為了考察LED嗎 韓國瑜的跟王小姐曾經傳出 五六次同不出國 中國之外 還包括曾經去澳門 第二個你們等下來談 但是我先請教的是這是非常關鍵性 跟韓辦之間的記者打電話給韓辦 在這個出刊之前 韓國瑜是否在競選高雄市長之前 全家申請過加拿大居留權 韓市長是否已經放棄 王顯修說這都可以查 之前就按照中選會要求誠實申報 記者又問 但我們想問的是 韓市長是否申請過居留權 王顯修說韓市長 沒有加拿大公民資格 一定是依法誠實申報 沒有加拿大公民資格 有關居留權我會再去瞭解 既然法律規定不准 他就不可能有雙重國籍 好記者再問 我瞭解我們只是想瞭解 韓市長當時是否曾經去申請居留權 王顯修說 不是只要沒有雙重國籍就沒有問題的嗎 連申請過都不行嗎 你的意思是這樣子嗎 連申請過都不行嗎 記者說我沒有說不行 我們只是想知道有沒有這件事情 王顯修說那我會再去瞭解 兩個小時之後 王顯修回電給一周刊的記者 韓只有中華民國國籍 絕無雙重國籍 並且依法誠實申報 維多利亞學校在多倫多 沒有設立分校或其他業務 也沒有聘請員工 如果明天有繼續影射 或者是事實不符的話 會慎重考慮提告 但記者再度提問韓辦 雙重國籍跟居留權是不同資格 王顯修說沒關係 就不再回應了 來 許靜王怎麼看 從這個王顯修跟記者的對話裡面 我們發現的事情是兩個人在講的是不同的事情 你會發現王顯修在談的是告訴你說 韓國瑜沒有雙重國籍 但我們都知道你到一個國家去 你要移民的時候呢 取得國籍錢通常都先取得什麼 永久居留權嘛 所以記者一直在問的問題是有沒有申請 各位我們要強調申請永久居留權 你做申請這個動作 當然不代表你會取得永久居留權 更不代表你一定會取得國籍嘛 所以這是不同層次的事情 那記者在問的是第一階段的事情 但是你會發現王顯修回的是第三階段的事情 所以兩個人答的叫做什麼呢 你會發現這個叫牛頭不對馬嘴 講的根本對不起來 然後在這裡面 我們其實要觀察的點是什麼呢 為什麼今天其他一般的人 如果被問到說 你有沒有申請過移民的時候 這個得到的社會評價跟反應 不會像問到韓市長韓總統候選人這麼大 因為韓市長出來要選總統的時候 怎麼告訴大家的 在去年六月凱道造勢的時候呢 告訴大家他願意為了中華民國 四個字粉身碎骨 再講一次喔 粉身碎骨喔 一個願意為了中華民國粉身碎骨的人 那他應該是跟中華民國共存王才隊啊 怎麼會你會之前會去申請這個 所謂的移民計畫呢 這聽起來在一般人心裡就會覺得有反差嘛 那更不用講韓市長之前在反送中事件 為了表達自己堅決抵抗一國兩制的時候 韓市長還說什麼呢 over my dead body 直接學我們的世間議員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你當然會想要瞭解說 那韓市長之前有沒有嘗試過要申請這個移民嗎 所以我們回過頭來看 今天整個週刊所報導的消息來源 指的時間是什麼時候 指的時間是2017年5月的時候 為什麼是那個時間點呢 因為2017年1月的時候 韓市長當時還不是市長的時候 參加國民黨黨主席啊 國民黨黨主席的選舉失利 失利之後呢 到加拿大善心 為什麼選到加拿大善心呢 因為他的女兒韓濱在加拿大念書嘛 所以當時韓市長在那邊待了兩個月 所以消息才會指出 韓市長從那個加拿大回來之後呢 有了一個想要辦理移民這樣的想法 但是在裡面各位我們要看到的是 今天韓市長要如果要移民加拿大的話 幾種投資的幾種移民的方式 其中最主要應該是投資移民最有可能 因為專業項目看起來跟他是不太符合啦 一清看起來也不太對啦 所以投資移民這個項目呢 這就已經告訴你這要有一定的身家 到加拿大投資移民至少要有台幣3700萬以上的身家 你才有可能去做這個投資移民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是這個投資移民計畫呢 你會發現他們申請的時候會是以韓市長為提出人 還是以李嘉芬為提出人韓市長當時失業17年耶 這個送出去很會被推薦啊 所以一定是以李嘉芬加芬姐作為送件人嘛 所以如果是這樣子的話以李嘉芬提出 然後綁的是一個全家的計畫一起去 中間要發生說把韓市長一個人推薦退回來 這個難度有點高為什麼呢 一個人推薦回來全家一起退 那這個申請呢就不划算了嘛 所以就變成說這個投資移民 如果他有送出去的話 表示說這個申請是有成立的 那你會發現這個申請如果成立的話 那今天回到我們現在談選舉 對照後面所講的 不管是粉身碎骨 或是你講over my dead body 這看起來就怪怪的嘛 所以我們才說這個案子 其實韓市長要解釋的是 到底當初有沒有提出這個申請啊 我覺得有跟沒有 既然有你就講 沒有你就講沒有嘛 這不需要讓人家覺得說 你的申請加拿大永久居留權 是有跟沒有之間 這個難道是韓團退一貫的主張 跟人生哲學嗎 凡事都在有跟沒有之間 你有申請沒申請很好講嘛 那你不講 你就會引起外界很多的想法跟疑慮 為什麼我們這樣講 首先第一個我們看到什麼 我們看到就是韓市長 你的家人是真的在加拿大 有財產有資產嘛 我相信台灣一般的多數的人 在加拿大是沒有房地產的 可是你看在2016年的時候 韓濱喔 韓市長的女兒韓濱 在2016年的時候就有加拿大的一間房地產 而且是在溫哥華 溫哥華是全球房價最高的十大都市之一喔 全球房價最高的十大都市之一 那韓市長家人在這邊就可以有一間房子 2016年喔 取得方式是贈余喔 然後呢 我們又看到什麼 看到韓市長跟這個李嘉芬 兩人的夫婦的財產申報裡面 你也看到什麼呢 財產申報裡面有加拿大幣啊 在這邊各位可以看 這個是他們財產申報 這一筆在玉山商業銀行 抖六分行 活期存款加拿大幣 然後所有人李嘉芬 外幣總額75224塊 折合台幣是173萬啊 有房子有加拿大幣 然後現在已經有消息來源 只說你們當初有申請永久居留權的事實 那麼在這個時候呢 你會發現這樣的一個 不管說指控也好 或者消息也好 夠不夠明確 很明確吧 時間地點相關的事情內容都有 那再加上韓市長確實看起來 對加拿大這邊也不是不熟悉 那所以當週刊提出這個疑問的時候 解釋清楚到底有申請沒事申請 這應該很簡單吧 怎麼會在這個時間 你看到的韓國瑜陣營的第一反應是 既然告訴你說 我絕對沒有雙重國籍 我就是只有一個中華民國國籍 這樣講下去的結果 很明顯就人家認為 你這樣是逃避問題嘛 那更不用說韓辦了 還丟了一句話叫做不屑回應 對於民眾有資的權益 然後對於民眾來說 你要選的是總統 這個總統之前曾經想過要移民 沒有想過要移民 難道不重要嗎 如果這個總統曾經想過要移民 甚至他有移民的可能性 那你今天在台灣做的 跟兩岸關係有關係的決策的時候 大家不會很害怕嗎 因為我們就是只能跟台灣共存亡 可是如果你們是有退路的話 那你講的兩岸政策 我可能就要保守看待 我要打個折扣嘛 所以這件事情 跟民眾在檢視總統大選有沒有關係 超級有關係啊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在這過程裡面 我們還是呼籲韓市長你有申請沒申請 一翻兩瞪眼很好說清楚 不需要動輒拿著要提告的這種方式來恐嚇人 因為媒體也不會因為你的恐嚇中斷媒體 應該有的權力跟檢驗